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统一的自我认知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认为自己尊重核心价值 自由 那西伯战争期间 他们同仇敌忾 紧密合作 但是怎么没过多少年 就走到互相猜忌 互相敌对了呢 其实啊 希腊的内列就是两大代表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分裂 我们前面谈古希腊的生计的时候就提过这个问题 希腊商业发展的同时呢 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贸易上的安全问题 导致各城邦之间的军备竞赛大战一触即发 最终呢 伯罗本尼萨战争爆发了 关于这场战争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西底德专门写了伯罗本尼萨战争史 听到这儿 你可能会说 这个答案我知道 就是修西底德陷阱嘛 说的是一个新兴崛起的大国 必然挑战到现存的大国 现存的大国呢 必然会对这种威胁予以回应 于是 战争就不可避免 在伯罗本尼萨战争当中呢 现存的大国就是斯巴达 新崛起的大国呢 就是雅典嘛 但是 我要告诉你 你说的这个修西底德陷阱 其实是个误独 这种说法呀 误解了修西底德的原因 修西底德确实说过前半句 雅典的权势不断增长 导致了斯巴达人的恐惧 这使战争无法避免 但是 修西底德本人并没有去做修西底德陷阱这个归纳 这是美国人在21世纪总结出来的 今天呢 有很多人在用修西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去做类推 号称中美未来必有一战 因为中国就是惊天崛起的大国 美国就是现存的老牌大国嘛 所以有的人说中国要积极备战 有的人呢 不想打仗 就开始从这个修西底德陷阱啊 找各种解决的办法 一时间啊 修西底德似乎让所有人都成了国际关系专家 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啊 做各种沙盘推演 但是 修西底德陷阱啊 是一个误读 国际关系中确实存在着安全困境 但修西底德的智慧啊 不是教你怎么备战和避战 这里边的道理很深 修西底德到底说了什么 如果要概括一下修西底德的智慧 其实就是 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斗争 实际上 国家内部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 往往和国家间的斗争是掺和在一起的 这个道理可以反过来再说一遍 国际斗争和国内斗争混杂在一起 不仅仅是国际斗争 这么简单 修西底德为什么会这么来理解不罗奔尼撒战争呢 我先带你看看雅典究竟是怎么挑衅老牌强国斯巴达的 这还要从当年希腊波斯战争说起 波斯大军押近的时候 既从海上来 也从陆地来 斯巴达人呢 只擅长陆战 不擅长海战 是雅典人组织起了雅典的联合舰队 打败了波斯 不过他得负担高额的海军军费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养海军都是非常烧钱的事情 雅典人自己养不了 于是呢 就从其他的城邦收贡金 可问题来了 你雅典从贸易和舰队的模式当中 既当了老大 又能够发财 有联合舰队的指挥权 我们这些小弟呢 又不是这种活法 于是我不想交钱了 退活 雅典呢 当然就不许这些小弟退活 于是就和老牌斯巴达对上了 因为斯巴达在庇护这些退活的小弟 故事讲到这儿呢 好像听起来还是在说 新军起的大国挑战了现存大国 还是修西底德陷阱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雅典的对手斯巴达 刚才说的那个深层次的道理就会浮现出来 在柏拉图以前啊 几乎所有的希腊知识经营都喜欢雅典 讨厌斯巴达 理由很简单 雅典开放 斯巴达封闭 智者们可以在雅典公开传授哲学知识 教人们在公民大会上强词夺理 剧作家们呢 可以在雅典上演各种戏剧 商人们可以自由的在雅典做生意 能够抢将可以去雅典做买卖 反观斯巴达 非常封闭 甚至说专制的人不在少数 斯巴达呀 他的公民就是战士 从小就不管经济营生这个事 只按好士兵的标准来培养 生活朴素 很平等 不能有奢侈的生活 不能有花花世界 有人说啊 斯巴达简直就是一座兵营 那哲学家 剧作家 商人 手工业者根本就不去呢 问题来了 斯巴达人只会作战 不会种钱 那他们凭什么养活自己 答案是奚落人 也就是奴隶 斯巴达人啊 吞并了周围两个城邦之后 把他们的公民全部都变成了奴隶 来专营生产 斯巴达呢 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模式 他之所以是一座兵营啊 并不是因为要对外作战 而是要对付自己的奚落人 奴隶反抗在斯巴达层出不穷 斯巴达简直就是坐在火山口上 斯巴达呢 尽管是座兵营 公民们都是战士 但是由于内忧不断 也没有太大的向外扩张 否则啊 早就和雅典打起来了 讲到这儿 你可以明白当时城邦内部的结构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雅典对斯巴达的挑战 大致就可以破除修西里德陷阱了 修西里德陷阱最大的错误就在于 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邦 看作一个整体 看作一个不能再分的原子 以为一个城邦就像一个人在行动一样 但实际上国家和城邦呀 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内部结构 和它对外的军事和外交行动是一体的 你怎么能只看外部而完全忽略内部呢 回答古希腊的内列 用安全困境我们大致可以推断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城邦 对峙战争导致了希腊的内列 但这只是浅层次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必须把内政外交打通了看 这个时候内列就比你想象的程度要更深 后果要更恐怖 一个城邦不是铁板一块 是人组成的 确切的说是由不同的集团组成的 城邦之间的斗争啊 往往和城邦内部的斗争是高度一体的 那内斗是什么样子呢 你想想雅典模式有利于工商业 农民会支持吗 地主寡头们会支持吗 反过来斯巴达模式有利于农业 爱好开放的民主的人们 不讨厌他们吗 奴隶不讨厌吗 历史其实很精彩 果不其然 寡头党啊 在雅典一方面通过巧言善变 允许公民大会的支持 另一方面呢 又和斯巴达暗通团取 搞颠覆活动 结局是啊 雅典人躲到了卫城里边 和斯巴达好 结果呢 他们染上了瘟疫 失去了抵抗力 最伟大的领袖伯利克利也死在里边 他一死啊 雅典就失去了主心骨 雅典的内裂就不可避免 斯巴达呢 也好不到哪去 尽管他是在同盟城邦 克林斯的百万引诱之下 才和雅典开战的 但是啊 西洛人始终是斯巴达人的隐患 雅典人呢 也曾经成功的策反西洛人 搞得斯巴达交头赖了 主动求和 处于上攻的雅典呢 当然就没有答应 但是无论如何 寡头党在雅典做的事情 民主党在斯巴达同样做 城邦内部啊 这个分裂是普遍的 斯巴达也不能幸免 如果雅典和斯巴达都不能幸免 其他城邦你可想而知 每个城邦的寡头党都想和斯巴达结盟 每个城邦的民主党都想和雅典结盟 所有城邦都不安宁 内列到此还没有停止 从外交到内政 最后内列直指人心 这才是最可怕的 让我们想一想 古希腊定位自我的这个核心价值 自由 什么是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对于希腊人来说 Rule and be rude 轮番为智 公民参与是自由 在斯巴达呢 士兵寡头们有自由 按照他们的传统和习俗 去压制西洛人 这种政治结构 对于斯巴达的士兵寡头来说 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 但是斯巴达的民主党人 认为他们在斯巴达就没有自由 斯巴达就不是他们的城邦 反过来 雅典也有这样的分歧 雅典民主是自由的 公民参与公民大会 陪审法庭是自由 辩论 强词夺理 操纵群众是自由 但是雅典的寡头党人怎么想呢 这就是暴民统治 他们当然要推翻这样的统治 许多城邦 甚至发生了寡头党和民主党 来来回回的屠杀 在这种对自由的分歧当中 不要说斯巴达人和雅典 就是一个普通人心理 不也很分裂吗 在一个人内心分裂和外部纷扰 一起袭来的状况下 他行为失当 目光短浅 故此失彼 不是很正常吗 古希腊就是在这样一层层内裂的逻辑当中 最终瓦解了自己 所以呢 勃罗本尼萨战争 胜负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 表面上他是耗尽了金钱和人命 但是最后最可怕的是 他耗尽了人心 所以当马其顿的军团打来的时候 希腊已经没有了抵抗波斯时候的 那种自信决心和团结 被征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我们回头再检视一下修西里德陷阱 当你想到大国截起 会引发大国冲突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 冲突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会发生 在人心里边也会发生 大国能扛得住内裂吗 所以不要再去简单的沙盘推演 是不是最终有一战 而是要把内政外交人心 全面的连在一起看 才能使你更充分的汲取 修西里德的智慧 对政治的看法也更切合实际 好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古希腊的内裂 不只是城邦集团之间的国际对峙 它更是城邦内部派系之间的分裂 还有更深层次的人心之间的分裂和混乱 内裂已经从最宏观的文明 到了最微观的人心 这是一个全面衰败的过程 古希腊就这样走到末日了吗 故事还没有完 一个文明形状落幕的时候 也是另外一个文明形状诞生的时候 两相交织 场面会特别精彩 人之将死 其言野善 和新生而哇哇的哭声 会合到了一起 古希腊的智慧顶峰 也就显现出来了 下面两讲 我带你去看看 古希腊文明的遗言 听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了什么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文明的遗言 申请 感谢观看